《大富議》 我經常想起 那個迪公寰當年寫 這個雙城寄的時候 那個拍片 這是一個很好的時代 也是一個很壞的時代 这是一个建设的时代 也是一个破坏的时代 这是一个不把人当人的时代 也是一个把人当神来供奉的时代 盖过去来就是一个充满了悖论的时代 它确实一看很多现象的那些绝望 人心不顾世风日下 在另外一方面 你感觉到很多地方是充满了蓬蓬勃勃的升级 非常精彩 这确实是一个 我觉得对文学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时代 我认为对作家的创作自由 也是比过去的幅度要大多了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当时还是个军人 那个时候很多的作品写出来是不能发表的 而且一些老同志的劝 这个东西你不要碰 就是禁区 类似的禁区很多 包括什么写爱情呀 写这个在国共两党的这种战争当中的 有一些人性化的表现的东西 即便有人写了也要受到批评的 但是我想现在这样的一些写法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去爱尔华国际笔会实际上是几经周折 所以聂老师在03年02年开始邀请我 一直到了04年聂老师又来了好像第三分厚厚的长长的信 手写的信 后来我想他看到那条人说我非吧 莫言请来不赢 后来我说那我一定去 我去待了两周 因为我当时手边正在写着一部长篇小说 就是生死疲劳 所以我特别不愿意打断 再一个就是我那段时间身体状况非常的不好 就是失眠睡不了觉 就是这半个月让我脱离了北京这种闹哄哄的环境 对我的这种身心都有很好的调整作用 现在回忆起来我在爱尔华两个星期就做了两件事 一件就是到聂华龄老师家去吃饭 另外一件就是到聂华龄老师的朋友家去吃饭 如果非要说第三件的话 那么就是聂老师拉着我到外面去吃饭 所以我到了今年才知道 我去美国的所有的飞影 就是聂华龄老师他出的 因为我有前两次可能是为我找的这个飞影 我没去别人发掉了 后来我答应去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一时又找不到赞助的人 聂老师就自己出钱把我邀请过去 这让我听了以后真是很感动的 一个那待时间长了 有时候也忘记他是一个我们的长辈 也忘记他是一个被我们大许多的老人了 有时候我觉得我的心态比他还要老 现在我有点后悔 我住的时间稍微短了一点 正是因为我住的时间比较短 省下了一点点钱 所以后边还有刘宏赤的见他们去 那么没钱请他们是吧 那你现在想要在北京 在大陆中国去过爱华的人 找到一个能够反对你华龄的人 也许你这个节目会很精彩 你找去吧 我估计比较困难 你不让大家说好话 大家也得这样说 你让我们说坏话 我觉得那就为良心 没有真的我想不到 好